這間房子是我後來改建的 那一樣是第一排全部都是用斜面三型的屋頂 然後再來是這個圓門 一般來說我們剛才講的就是 燒家可以騎車上來 那這裡就是有可能 他上來的時候就可能掉到洞裡面去就出來了 或者是呢這邊有可能他再上去一層 基本上車子是不太可能上去的 我在想這個是不是會是一個 最好的一個 防超家的房子 那唯一可以攻破的方式可能就是用狙擊 打上面的地板 然後那個箱子破掉之後呢就可以 公破啊基本上不太有進去 尤其是他要去 然後我的金庫的話是不太可能的 那我們現在可以進去看一下 目前呢裡面櫃子我是亂擺啦 然後金庫我只放在裡面 他如果用無人機打櫃子的話呢 是可以湊到 一個吧 十一個 就算公破 OK那我的櫃子放在最上面 櫃子 幾乎是全滿 兩百六十個 每個小時四百多啦 原本是五百多因為之前有 將近快一千萬的 價值 那我早上就換完了所以被攻破其實沒差 那 這個基本兌換我主要是換這個四季的部分 這個 還蠻好賺的 那在如果是新手的話可能就會需要木頭 石頭 來蓋房子 所以 不期的話呢 不建議 蓋房超加 那如果 當然如果你不介意被人家攻破的話其實沒差啦 然後 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是這樣 只有一排而已 我現在蓋 兩排給大家看一下 那一開始呢 一樣 就是地板 它鋪滿 再來呢是我們的舊木 舊木圓門框喔 這個 你先給他灑一盤 先把它蓋上去 一起來是沒什麼問題 等一下啊 因為它會變成一格一格的狀態 無人 無人機看一下 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啊 OK然後接下來我們把這個 但是形木質 內腰角 內腰角就可以了 直接把它 把它 要朝內的 這樣子把它蓋起來 好 我們蓋完第1層了 好我們蓋完第1層了 YES好了 我們接下來要蓋第2層 我們看一下正面好了 你蓋完第2層了 你蓋完第2層了 打破了你也進不去 因為這個結構就是把你卡住 然後基本上呢 他們會 會想辦法騎車上來 所以要蓋第2層 那第2層的方式也是跟第1層一樣 把它 一樣 鋪滿 OK鋪滿之後呢會發現 格局內縮了 那 累縮 OK然後 每一樣把它塞滿 因為 他如果 其實他如果進得來的話 第1層 他其實是可以 可以進來的 所以 所以 需要做2層數來 我比較會 車子 最禰 更好 可以進行 只要的話 有聲音 有聲音 來 好嘞 繁 我們第2層也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蓋 蓋2樓了 好不好 好,他如果也是進不來 他出去的話有可能是要想辦法出來 不過基本上不是我的問題 OK,那我們接下來蓋第二層 第二層一樣呢 用這個 我先用地板好了 不是牆 好了,接下來 用這個圓門 他危險 我們的第二層 圓門呢蓋完了 查一下有沒有問題 確定是一格一格的 沒有Lost掉 OK,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啊 好啦,接下來呢,我們一樣是用這個 單型木質內藥角把它拼起來 先用無人機好了 無人機比較方便 好啦,我們現在呢 先用這個 三型的 固定 把它圍起來 兩拍 好不好 我覺得其實也不用加固 原本是 如果想要再加固的話可以用這個 二型的 內藥角 但是中間這個要先把它去除之後換成內藥角 蓋成這個圓的拱門 OK,那我們直接 先這樣子好了 最標準的方式是舊木門框啊 用舊木門框的話 他們是可以騎車進來 他們可以卡進來 所以最好是用舊木圓門框 舊木圓門框是最好的方式 再加上這個三型的行面牆 幾乎是 沒辦法進來 除非他 他可以爬牆 或是他有人 可以幫忙拉 要有辦法進來 OK,那我們就直接蓋 蓋我們的樓板 好不好 基本上 蓋這種防燒家的就是 有可能 自己也進不來 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你要有 燈包 燈氣背包 就可以 就可以上來了 OK,那我們 看一下 先蓋一下 那 15樓 有人說15樓以上呢 浴槍是打不到的 我們試試看15樓 經過我們的 亂蓋之後呢 建築跟幾乎都滿了 現在呢 缺這個內腰角 將近91個 然後 5個 一型屋頂 把這個 這個成本也是需要很多 木板要辦法達成 OK,那我們現在呢 先把這個屋頂呢 變出來 然後我成品再給大家看 好險我之前就已經存購了木板了 不管超多的啊 完全不怕用 試試看啊 91個需要多少 我的麻不夠用啊 那我去買麻囉 好吧 現在我們的奇蹟時刻了 我們現在 都準備好了 看到 這個樓梯呢 留了一點點 先把他做出來了 OK完成了 完成了 OK,我們現在呢 看一下 建築分是 12678 然後 櫃子呢 我們把它藏進去啦 把它丟進去 無人機比較好控制 OK 總之呢 總之 一般 塞進來 我要出去也很困難喔 說真的進來這邊好像還不太好出去 這也不能放彈藥箱喔 車車 各位哈囉 基本上 基本上掉進來這個洞洞裡面 基本上 出不去了 我先 拖籃一下 用飛的啦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這個 把它搬進去 我這裡還有一堆箱子 要搬呢 要搬到什麼時候 總之 防抄家呢 說真的是有一點麻煩啦 不過 不過呢 有好有壞啊 不是有好有壞啊 我在蓋這個 應該就可以了啦 這樣子都移位之後我再把這堵起來就好了 OK 感謝各位的收看如果呢 你有更好的 防抄家的 構想呢或是 或是 辦法呢 歡迎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你有什麼 可以 可以防抄家 好不好 的 就 吧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